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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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TUN 不對了 我們今天高級料理 你說它中式又不是,西式又不是 這就是 芝士龍夏衣棉 有時候中式的酒樓 經常都會做的 以前很流行吃的,幾百元 現在相對地 像是優惠 好像一元雞那樣的優惠 每兩十八元 然後引你來吃這一道菜 這東西本身是挺貴的 自己在家製作就 很簡單,不過你總是 要跨過一個門檻 就是龍夏經常都說 中書神經還是什麼 很容易痛 如果你殺他不好 他的痛苦會很長 變成有些國家其實是規定了 他劏法 一定要怎麼練死他 還是放在冰水裡浸 總之殺他,你一定要經過一個很人道的程序 才可以這樣做 我們自己弄 你都不夠肯定 對塌他的方法 不知道誰最適合他 所以為了避免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抽取了龍蝦最好吃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樣 吃龍蝦,其實我只喜歡吃味 基本上其他硬殼的部分 其實是很吵架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龍蝦味 我們有兩個 普通尺寸 比較細件的龍蝦味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龍蝦味 來做我們的食物 做起來跟做卡波拉拉差不多 首先呢 大概需要一些這樣的材料 你看到吧 很容易的 我們需要兩樣東西 一把剪刀一把刀 就是最容易處理的方案 基本上是零星級難度 但是可以做到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哇,芝士龍蝦 酒樓東西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為大家推介這個東西 你叫我為大家推介 你就知道有鼓滑了 是不是?聽到 這隻龍蝦味 牛豉商店有售 非常值得吃 首先要怎樣處理呢 這個龍蝦味是這樣的 可能可以用刀閘 但是我們這次呢 就用剪刀剪 就是最容易的方案 那我們在中間這裡 先剪開它 之後呢 這邊也是 如果你的肉成功解凍了 喂 烏鷹 烏鷹都來了 馬上 我今天煮好東西 COOL 就這樣切開它 一半先 那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有兩塊龍蝦肉 按你的需要呢 切細它 尾巴不要了 用剪刀呢 處理蝦類的東西呢 其實是蠻好的 比起用刀呢 簡單很多 我們呢 就可以直接剪開 那一份呢 其實就用一隻尾巴就夠了 其實這裡呢 就是示範的 那腳呢 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先剪掉它 好 那麼呢 龍蝦這一部分呢 就處理了 跟著我們要做呢 就是 切一些配料 那就是一個乾蔥頭 還有呢 少少蒜蓉 那就是切碎它 就可以了 兩個都是 沒什麼特別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吃芝士還是上湯 其實兩個就差不多味道 吃起來 因為呢 中式酒樓做的芝士龍蝦呢 其實芝士味不是很濃的 而且呢 芝士呢 不是那麼西式方向的 其實只是用芝士片的 我覺得 就是它對芝士是沒有特別要求 不會說有什麼三種混合 什麼摩斯阿威拉 拉絲紫薯那些 不關他們的事 我自己就覺得呢 如果你是配伊麵的 那其實是 這個芝士會比較好 我覺得 龍蝦呢 其實上湯會比較好吃 如果你龍蝦多 你就買一隻大龍蝦漂亮的 那你當然上湯 那乾蔥呢 挺厲害的 那個 因為它很濃縮的 那個味道 所以它那個醃眼的成份 都會相對地 是有一點點強的 所以你就自己小心一點 厚一點 你看我現在矮厚了很多 我跟它不是同一個平面 那它就不會那麼容易蒸到我 之後呢 蒜蓉科技幫助 人類最偉大的八靈 蒜蓉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要切的東西 其實就OK了 好 回來了 那我們龍蝦要處理一點點 因為它會拿去炸 或者你會半煎的弄了它 讓它熟了 然後呢 外面有一層很薄薄的粉 這樣包著它 那就會方便一點 吃 要不然你直接用湯 這樣煮掉它 它的味道會走 吃起來就沒有那麼爽 而且汁會沒有那麼爽 所以我們要先醃了它 然後呢 就再用粉包一包它 然後呢 少少糖 你可能會覺得很掛 但是 因為這個是偏向中式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是 有一點點糖出來會好一點 然後呢 胡椒粉 多了 之後呢 拌勻它 拌勻之後呢 就可以加一點點 生粉 有一點粟粉 包了它 這樣就很重要了 因為沒有了這個東西 它不是那麼上的 而且呢 它會很黏的 那些肉 所以呢 有一層粉包著它 出來呢 那個肉呢 會比較上的汁 之後呢 就可以拿一個煎出來 準備煎了 你可以呢 錄了麵鮮也可以 你可以呢 弄了蝦鮮也可以 那我們呢 先弄一個麵 好 那我們呢 煮麵呢 先準備一鍋水 然後煮滾它 這樣就大滾可以了 它不會滾蛇的 因為這個呢 這個麵呢 其實是跟公仔麵的原理一樣的 它不會有很多澱粉 流出來的 所以呢 它又不會說 滾蛇 那個狀況 煎軟它 然後順手煎油出來 那就OK的了 那你可以做兩個的 其實一個呢 不是很飽的 不知為什麼我自己覺得 煎麵這家的 但是越來越少 地方已經有得吃了 現在呢 超市已經沒得買了 要去到街市才不贏 不過說明啊 煎麵是超級不健康的 即是跟公仔麵是同級的 因為它是純油炸出來的 那個做法接近一模一樣 而且它很瓦定 如果它包裝不好 它不傳氣呢 它很容易會油 油會油益味 所以你可以不要買那麼多 即是你不要存放那麼多 在家裡 真的吃才買 因為起碼在店裡 它的流轉會比較快 就不同 你放在家裡可能會放很久 它又不會死有效日期的 街市買東西沒有有效日期的 你不知道這個煎麵可以放多久 你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吃了下去 你覺得很大股油益味 那時候你就知道了 不用說超級軟的 但你可以拿一條出來試一下 那煎皮呢 就可以夾起來了 所以我說可以預先做也可以 你可以做蝦先做也可以 兩樣都可以 這麵是很肥的 變了它很多油 它不會黏起來的 你放心吧 好 之後我們請出少少萬年油 少少可以了 海鮮類的東西 多數做過它的油 會有很大股味 尤其是蝦類的東西 它很多水分走出來 很多味道走出來 然後你的油不用怎樣 所以不要加太多 那我們煮滾 在中大火 因為蝦很容易熟 你看到差不多 你就可以把你的龍蝦放進去 放一個小的進去 試一試油溫 不錯 這樣就放進去 那我們輕輕地煎了龍蝦 另外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整隻龍蝦 你總是覺得你沒有用盡它 其實它有很多部份很好用的 即是蝦頭啊 很多位置 你總是覺得你要把它煎成龍蝦湯啊 你才是把一隻這麼正的龍蝦 拿到最極致 否則你總是覺得你好像很對不起它 但其他部份現在它不見了 你就當看不到就算了 很快而已 那我們就放進去 為何我不弄掉殼酒呢 因為殼的顏色是最漂亮的 如果這一味 你不弄掉殼的紅色 你會變成一堂 好像豬頸肉芝士拌公仔麵的東西 你那堂已經出事了 油就不要了 留一點用來炒東西 類似這樣 然後剛才的乾蔥蒜蓉 然後呢 雞湯 這次就沒所謂了 平時西餐就說用黃色那隻 然後中餐用藍色那隻 那這次就 沒有分的了 看你喜歡了 按你的需要 少少調味 雞湯鹹的 但是因為麵很淡 所以就可以加一點點 糖也要差不多 因為我們還會加芝士 那現在鹹味可能會偏多些 那煮滾呢 你就可以拿好兩片芝士了 那你盡量選一些 顏色深一點的 因為有時候呢 平時我們吃的芝士 芝士片呢 有時候會有低支 等等 還是怎樣呢 會相對顏色淡一點的 那你就用粉一點 顏色深一點的 做出來會漂亮一點 那所以呢 就兩片 那我們呢 煮溶它 攪一攪一下就融了 不要太大火 因為你會 攪到它蒸發得很快 這個是芝士來的 變成呢 一倒下去 所有東西一混合一下 那一下呢 整壇東西就 就大鑊的了 即是會變成漿糊 那樣的了 所以你的水量 要控制得好些 好 那你見呢 芝士片溶完 那就可以 下一步了 把龍蝦放下去 略為儲一煮 讓它合得好些 少少縮粉 少少加少水 放下去 又是非常之簡單 這次 又是 如果你西式 這個汁呢 其實就幾次芝士通粉 那些朋友 但這次呢 就是中式 所以我們直接生粉獻 就可以 禮了 沒有人會這樣 告訴你 這樣做 為何被人打死 食譜呢 對於我這些 終極懶人 又要威 又要打卡的人 來講 簡直是陰謀 一半一半這樣放 沒有一次過放了 未必一定要這麼濃的 很棒 你要遇上少少Buffer 給那個芝士 下鑊那一下 再變濃 那呢 就行了 你可以下蔥 可以下番茜 什麼都好 就是這樣 我們呢 把麵呢 放在一個漂亮的盤上鋪平 然後把這個東西淋上去 就完成 那我們呢 鋪平了衣麵 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龍蝦放上去 你看呢 結得很快的 看不看 所以呢 不可以太過重手 那把柚殼 紅色那些 排好它先 你看我有很多 所以兩隻呢 其實看起來 就真的多了 已經是 如果你自己吃呢 真的一個呢 我自己覺得就夠了 你可以煮兩份麵 然後放一份 你看看呢 剛剛好六塊 那已經是很圓滿的感覺 再加上一些殼 裝好東西呢 喂 放些殼在旁邊裝東西 裝是有一塊呢 那就是很多塊的了 COOL 之後呢 淋回我們的芝士汁 上去 每隻芝士有一點點不同 如果有一些 很輕很薄的呢 你有機會要多一點粟粉水 還有你煮的時候 你煮了多久 你的火力多大 都會影響 因為我們那個醬汁的份量太小了 它很容易蒸發的 我們用平底鍋 最後那個粟粉的步驟呢 真的輕輕 就不要太重手 那就 非常之那麼圓滿的了 芝士龍蝦衣麵 完成 你可以這樣的 有另一個方案 再正一點 Party一點的 只要這樣一次過煮完這堆東西 醬汁不要那麼稠 稀一點 然後呢 你放進一個焗盤 之後呢 上面再灑芝士 放進焗爐頂火 盡熱 然後你就會煮成一個芝士焗龍蝦 意麵 超級正 這樣就好過 攪肉醬意粉 肉醬意粉要煮很久 其實 就是這樣 完成 好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芝士龍蝦衣麵 就完成了 用這個 豬頸肉芝士拌公仔麵的做法 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特別 要威風一點 你就可以拿出來試一下 那呢 今集就來這裡了 記得likeFacebook和Instagram 訂閱啦 喜歡加入烏圓贊 再同14日4星星期五 早上6點都有新片 最後一隻烏蠅 經常好像說了一句 下次再見 拜拜 有時候呢 有些東西呢 並不是你眼前看都這樣的